夏天狗狗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帮他一身大毛衣给脱干净了 你会给狗正确梳毛吗 像现在这种季节 就是狗狗换毛的季节 狗狗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把一身大棉袄给他脱干净了 但是有一点很多养宠的朋友不知道 那就是狗狗的背毛 它是分两种的 一种是硬毛 很多狗主人给狗狗梳毛的时候 往往只梳到外面的一层硬毛 但是里面它有一层龙毛 这层龙毛保暖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像夏天这种季节 但是里面的龙毛不处理干净的话 狗狗还是比较难受的 给狗梳毛我建议大家用这种梳子 它是有两面的 有两种尺 一种是宽尺 大家首先用宽尺给狗狗梳一遍 梳一遍 梳一遍它底下的龙毛就彻底出来了 等底下龙毛给我们梳出来之后 然后再用细尺的这一面 继续给狗狗梳 这样狗狗的毛发 它就会脱得很干净 夏天这种高温季节 狗狗也会变得非常舒适 这种梳毛的方式 就会让龙毛彻底的脱干净 我平时都是这样给狗梳毛的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